1994年,王硕爱上了一个小自己16岁的女大学生徐敬磊 他为此甚至不顾遭康至妻沈旭家 选择搬出去和对方双宿双飞 但没想到徐敬磊成名后还是离开了王硕 而他和妻子也早已离婚 但没想到徐敬磊看到王硕落魄后 竟然决定在北京买套别墅送他 1958年,王硕在江苏出生 但不久后父母由于工作调动 他就来到了北京生活 王硕小时候住在军区大院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 根本疼不出时间管教孩子 所以王硕的童年过得相当肆意 整天在胡同里玩闹 附近的居民都十分头疼 1980年,王硕在北京的一个批发商店做业务员 每个月工资有36元 但这些钱并不能使王硕满足 他决定下海经商赚大钱 没想到他的经商头脑不好 生意做得十分失败 走投无路之际 他发现报纸上的文章十分受人欢迎 说不定这是个来钱的好办法 没想到他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王硕在写作上的天赋也渐渐显怒 1987年,王硕的小说《丸主》被改编成了电影 王硕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他的糟糠之妻沈旭家 以为自己终于守的云台剑阅民 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没想到王硕却疯狂的迷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徐静磊 当时对方才刚满20岁 而王硕自己已经36了 但徐静磊非常文艺 即写得一首好文章 又喜爱书画 还酷暗摇滚音乐 正合王硕的胃口 这个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 也非常仰慕失业有成的王硕 一来二去 两人就确立了关系 但二于王硕的家庭 两人一直是地下恋情 没想到徐静磊不满足这种现状 跑去找王硕的正妻 要求对方将王硕让给自己 可沈旭家听到后 还是忍住情绪说 我相当于他妈 这些年的苦日子是我陪他过来的 他离不开我 沈旭家心里也非常苦闷 但为了有一个好的家庭 他还是选择百依百顺 冷静应对 谁能想到 这个如今的黄脸婆 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支花 当年沈旭家在北武读书的时候 非常受欢迎 而且他外表出众 气质优雅 有许多追求者 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沈旭家没有选择富二代和高官子弟 反而是嫁给了当时 没钱又没钱的王硕 两人初次相遇是在一场舞会上 那个时候王硕才满26岁 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和马卫都是铁哥们 两个人总是私混在一起 王硕当时在北京 只能算是墨流小作家 但他却眼光毒辣 看上了舞会的明星 沈旭家 王硕确定好目标后 就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他疯狂地将自己的二意写在信里 就这样征服了这个眼高于顶的女神 两人结婚后 日子过得很苦 沈旭家经常要靠五元一场的舞蹈 演出来赚钱补贴家用 可惜人心难料 十年之后 王硕又将曾经的满腔二意给了别人 为了和徐静伟在一起 王硕甚至搬出了家 和对方光明正大同出同住 这些举动让沈旭家彻底死心 他利落地离婚后就出国了 王硕对徐静磊可以说是好的眉边 通过自己的帮忙 让初出茅庐的他 直接出演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的女主 后来更是为徐静磊量身制作了我和爸 徐静磊就这样活了 但正如王硕当年抛弃妻子一样 徐静磊的芳心也不在王硕这里了 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可奇怪的是 徐静磊在分开后还是和王硕保持联系 每天一个电话 二十年从不间断 对方有什么困难 自己也是第一个上 有次徐静磊帮王硕搬家 当他看到这个男人落魄地站在一堆杂乱的行李中时 他下定决心要给王硕在北京买一套别墅 两人的感情十分复杂 既有红颜知己的心意相通 又带着几分朋友间的感恩 王硕也曾说过自己去世后 所以遗产都留给徐静磊 或许写故事的人 自己的生活就是一本故事书 王硕按上别人 却又辜负别人 最后一被别人辜负 当这些人生的经历全部在他心中释然之后 留下来的文字就是可以打动每一位读者的生动故事 王硕的书和他的人生一样精彩 他写过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治女儿!我是你爸爸》等经典的作品 这些书极限都收录在王硕文集中 如果你对生活感到无力 感到疲倦 不如在王硕的文字中去感受人性的复杂 去体悟生命的真谛 在一个个精彩 生动的 小人物的故事中 我们都可以鼓起对生活的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